女生跟你说我去洗澡了 那你怎么回才能让她脸红心跳呢 女生说啊我去吃饭了 我去洗澡之类的话呢 就是想结束聊天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你只是回一个 哦那你去吧 没有一点情绪 那么你会发现 女生洗澡洗一碗 吃饭吃一天 这不摆明了吗 就是个借口呀 所以我告诉你 当女生跟你说我去洗澡了 其实对你还是有那么点意思的 毕竟洗澡这个话题呢 一般不会对外人讲的对吧 所以呢我们可以借这个话题 反撩一把 让她脸红心跳 那么该如何高情上的跟女生聊天呢 不愧的点个赞我教你啊 第一画面太美不敢想象 第二要不然我们一起洗吧 还节约用水 第三不方便打字的话 我们可以视频呀 第四要搓你儿的波 钱不钱都无所谓 关键我想找点事干 学会了吗 赶紧找个姑娘去试试吧 那如果你身边的女生太少了 我告诉你一个 大家都在用的脱胆神器 就是我左下角这个清聊APP 它可以一键匹配同城的单身美女 可以语音可以视频 里面都是真人认证 拒绝陪聊 拒绝照片 赶紧试试去吧 词试试沟 试沟 词曲 语音员